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所谓的印太战略是为了围堵中国 但是我们看到四国官方立即就纯面表示 那么他们无意针对任何的国家 我希望他们说的是实话 也希望他们能够言行一致 至于跟一带一路有什么关系 一带一路已经得到了100多个国家的支持 他就在那个地方 在当今时代 在调整整战已经不合适 再搞小圈子对抗 更没有市场 而在调整整战略的关系 在调整战略的关系 謝謝